万能博士 以前我哥哥讲话声音跟我一样 可是上国中之后 为什么变得很难听呢 首先我要告诉你 我们的声音是怎么来的 发出声音的器官在喉咙 一般称为声带 我们从肺部吐出来的空气 经由声带的振动而有了声音的出现 小孩子的时代因为声带比较短 所以声音比较高 这段时间男生和女生的声音很难分辨出来 当小孩子成长到青少年时期 喉咙开始发育 声带也逐渐的拉长 这个时候虽然发出来同样的声音 可是音调却变得相当的怪异 不同 一旦声带变长 声音的高度就降低约8度 男孩子的声音就由高音变成低沉了 女孩子的声带却没有什么差异 所以声音也不太有变化 字幕 ändern 听人渐成高度就降低约8度 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